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ワイです 今天的流行语 五个 洒落にならない 就活 自己中 使用するスマホ 这五个也是生活中常听到的 所以我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 洒落にならない 洒落にならない 它的意思是 不能当开玩笑的程度 就是有一点夸张的 那 洒落 是就是开玩笑的意思 那 看一下雷文 这个是在机场 A 说 Passport忘れた Passport忘れた 我忘记带护照 然后B 说 マジで それ洒落にならない マジで 真的 それ洒落にならない 那不能当开玩笑 那一种感觉 就是有一点够夸张 不能当开玩笑 那个时候 可以说 洒落にならない OK 那接着 第27个 修活 修活 它的意思是 就业活动 就是 就職活动 就是略成 那看一下 就是 一个对话 这个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 A 说 修活 始めた 你开始就业活动了吗 然后B 说 今日我们 合同説明会 对啊 今天 也是有那种 综合说明会 好 那 我在这边 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日本的 修活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日本 就是进去大学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 就是开始 找工作 然后呢 顺利的话 三年就可以找到 那 如果不顺利 就可能就四年的时候找 那如果四年级的时候 找不到的话 就是 故意 再 念 一年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公司是 非常喜欢 刚毕业的 学生 所以如果 毕业之后 有空白的时间 比较难就职 所以就是四年级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很多人 就是留 留一年 嗯 那 现在政府 也是觉得这种情况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有慢慢改善 嗯 这是一个 日本的 就是就业的一个情况 好 那接着 看一下 第28个 自己中 自己中 嗯 他的意思是 自我中心的人 嗯 就是自私的意思 OK 好 看一下一个对话 A说 Yamada kun 知ってる Yamada kun 知ってる 嗯 你知道三天吗 然后B说 嗯 Kareちょっと 自己中 だよね 嗯 Kareちょっと 自己中 他有一点自私 那一种感觉 自己中 就是自私 OK 这也是算比较年轻人 常用的 OK 接着 第29个 Shika to suru Shika to suru Shika to suru 好 他的意思是 刻意无事 嗯 就是故意 不理人 的意思 好 那 看一下一个对话 这也是在学校 我觉得这个应该男生比较常用 嗯 A说 Aiz Aiz Uzai Kara Shika to Shio Ya Aiz Uzai Kara Shika to Shio Ya 嗯 Aiz 就是那家伙 Uzai 就是烦 那家伙 有一点烦 所以我们就 不理他 好不好 那一种 就是 故意我们 就是 不理他 嗯 然后 B说 Kawai Soda って Kawai Soda って 再有一点 太可怜了吧 那一种感觉 嗯 所以Shika to Suru 是 就是 有一点 嗯 就是 不喜欢某一个人 然后就是 故意 就是 无视他 那一种时候 Kai So Shika to Suru OK 好 最后 看一下 Sumaho Sumaho 嗯 这个之前也有 讲过 所以应该大家知道 这是智慧性手机 嗯 Smartphone 的略真 好 那先看一下 他的对话 A说 新しいスマホ 欲しいな 新しいスマホ 欲しいな 我想要新的 智慧性手机 嗯 然后B说 Watashi mo やっぱりiPhone かな 嗯 我也是 还是 iPhone好呢 那种感觉 嗯 日本 现在大部分的 都用那个 スマホ 那 大概 我的感觉 大概三成 是iPhone 嗯 所以iPhone的比例 还是蛮高的 嗯 但 可能台湾的iPhone的比例 更高一点 嗯 感觉 好 好 那大家 有学到这五个吗 嗯 这五个也是生活中 就是掌用到 所以一定要了解 它的意思 好 那 因为 就是我们学的是 流行语 所以就是之后上课的时候 也是就是稍微补充 跟这个有关的 日本文化 嗯 的一些内容 嗯 我就会补充上去 好 那最后 讲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就是请帮我按赞 嗯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 呃 请留言给我 或者请叫我 LINE 好有问我问题 嗯 那如果 呃 有线上课 这有兴趣的话 就请看 说明啦 嗯 那也有 已经有出书了 嗯 那也就是 请参考一下 好 OK 那就今天的歌 到这边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